你别着急,我马上到 这个怎么办呢,这我这钱丢到了 你说说我怎么办,我不小心啊 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姑娘,你有没有捡到一个红色的袋子呀 红色的袋子,里面装的什么呀 那里面装的是钱,给我老板救命的 我刚借的钱还没走到医院呢 我不小心就掉了 钱呀,你说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 不是太着急了,急着往医院赶呢 没想到我的钱就丢了,这个怎么办呢 这一片人流量挺大的,估计被人家捡走了 捡走了,这样玩了,我老板的命 可就没办法救了,你说说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那你刚才都是走过哪呀,哪一条路啊 要不你再去找找 那就是这一条路,我都找过了,没找到 这条路啊 哎,阿姨,你看 这有监控,谁捡的钱,谁把钱拿走了 肯定能知道 那我对这一块也不说,我去拿掉监控呀 没事阿姨,这一块我比较熟悉 我带你去找找 那行,姑娘真是在谢谢你了 走吧阿姨 阿姨,这监控也看了,谁拿了你的钱,你就知道了 你去找吧 姑娘 这不需求,我也找不到他家在哪呀 要不,你陪着我吧 阿姨,我就是这个村的,如果我和你一块去,这不太好吧 那该怎么办呀姑娘 这样吧,我告诉你,他家在哪,你自己去吧 如果你要是要不来的话,我们再想办吧 那行 他们家,就前面路头,第二家就是 哦 那个红色的楼吗 对对对 那行,我知道了 姑娘,谢谢你 今天真是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没事的阿姨,你赶紧去吧 好 这好像就是这家的 有人吗 有人吗 姑娘 是不是你捡到一个红色的袋子呀 红色袋子 你谁呀,找错了 我没有找错,就是你呀 你先进来 你先坐下吧 姑娘 我的袋子呢 你赶快换回我吧 什么袋子,我根本就没见 姑娘 这我都知道了 就是你捡了我的袋子 不是,你凭什么就认为是我捡的 你有什么证据 姑娘,就是你拿的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来到你家找你的 你说什么呢 我今天根本就没出门 你可别冤枉我 我怎么能冤枉你呢 姑娘 真的是你 你就把东西还给我吧 空口无凭 你拿出来证据再说话 那行 我就把证据拿出来 让你看看 我已经调过监控了 这监控里显示的就是你 姑娘 姑娘 这监控里不就是你吗 那行吧 你在这等着 我的钱啊 终于找到了 姑娘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怎么害我 啊 不对啊 姑娘 这明明 我这里面装的是十万块钱 这怎么就剩一万啊 什么十万啊 就一万块钱 我捡的时候就这么多 你可别讹我呀 姑娘 不可能 这十万块钱是我借的 我老板在一夜出夜呢 我就拿着这个钱 给他托叔叔救命呢 我怎么可能就借一万块钱呢 姑娘 你把钱给我吧 我救你 你干什么呀 我就睁了一下手 怎么你还咳嗽我了 我告诉你 就一万块钱 多了没有 姑娘 你就给我吧 我救你了 真是救命 钱你不能要 那是你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捡了一万块钱 你非得说十万 难道还要让我道歉九万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捡了 不可能的一万 那明明就是十万 我就是不小心接个电话 把钱给都丢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说了没有就没有 你听不懂人话吗 现在钱已经给你了 现在从我家滚蛋 姑娘 我求求你了 求求我老爸的病吧 不然的话 我没这个家就散了 不是 你们家散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少欠着了我 姑娘 我给你回家 你干什么呀 我求你把钱还给我 我没钱你的钱 我怎么还呀 你少在这儿 给我一老卖老 你要有时间 你一直在这儿跪着吧 你老爸可都在医院生着病呢 我求你了 你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就一万块钱 哎呀不要 姑娘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把钱还给我 我求求你了 这是怎么了 你干什么要额我呢 蓝蓝 这是怎么了 是这样的 我的钱丢了 今天又十万块钱了 是这个姑娘给捡了 她还给我 就剩一万块钱了 这可是我宝贝救命的钱 我捡到你的钱并且还给你 那是因为我好心 你怎么要选到额上我了呢 姑娘 你怎么要选到我了 阿姨 来来来 先起来 蓝蓝 这到底怎么回事 啊 怎么回事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不是捡到一个帮吗 里面就一万块钱 她找到我了 非洲里面有十万 她额上我了 她说的不是真的 小伙子 这是我捡的十万块钱 给我老爸救命的 我老爸在里面躺着的 什么 哦 蓝蓝 我知道了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有好消息告诉我 还说要去提车 我还纳闷你哪儿的钱 原来你是捡别人的钱呀 不是 芝麻 没有 行啊 你没听阿姨说吗 这是人家老爸救命的钱 你怎么什么钱都要啊 现在 你赶快把钱拿过来就 芝麻 蓝蓝 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啊 这钱本来就是别人的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怎么能据为己有呢 这是别人的救命钱 就算你 你把这个钱用来买车了 这个车你开得安心吗 还不过去啊 阿姨 不好意思啊 这件事 是烂烂的错 真是太谢谢你了 幸亏 今天你过来了 不然的话 我这个钱啊 就要不回来了 阿姨 你别这样说 还不赶快给别人 阿姨 你看一下 那钱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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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谢谢你了 阿姨 阿姨 你别这样 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做错了 这样 你现在拿着钱赶快去医院 回头啊 我再去给你邓门道歉 行 我赶快走了 行 你怎么想的呀 你说那个钱 咱们要是留着 不就骑车了吗 够了 还说我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想的呀 蓝了 这君子爱财取出有道的道理 你不懂吗 你这是偷 你这是抢 我原本以为 你是一个知数大力 善解人意的姑娘 可是没有想到 你的心怎么那么肮脏啊 我知道错了 你就别再说我了 行不行 行了吧 要不是我刚才 非要让你把钱拿过来 你会把钱帮给别人吗 人家都给你跪下了 人家这么大年纪 都给你跪下了 你还不可怜人家 还让你说风凉话 我告诉你了 咱们俩 以后还是别教我了 分手吧 陈总 你怎么就因为这一件小事 要跟我分手呢 咱俩在一起多少年了 小事 你觉得这还是小事吗 如果你今天不把钱还给别人 人家老爸都没有没了 你这属于害人 属于猫杀 你懂吗 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 到现在了 你还执迷不悟 不知悔改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以后咱俩 分手 不是 真吗 这可怎么办呀 最忙要跟我分手了 这一件 都怪我自己 自作自受 你说我怎么能要人家的钱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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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